Epson雷射電視我們已經有很豐富的安裝經驗了 一般主機都是放置在電視櫃上 不過投出畫面的高度是固定的 那如果電視櫃太高難不成要抬頭看電視嗎? 今天就來看看過高的電視櫃要如何克服這個問題 這次主要安裝的有Epson的雷射電視 TCL電視壁掛 我們拿的風扇跟拖扭的垃圾桶 不過因為客廳的牆面特殊 電視櫃可能過高等等的問題 所以在實際安裝的幾個月前 我們就先到現場做場地勘察 我看這不夠了 這40分而已 你這個要不要 我這個要再過頭就好了 我會過 3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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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卡 再加一個 再加4-3卡 你剛才說44卡嗎? 因為屋主希望打出來的尺寸畫面是120吋的大小 如果是直接擺在現有的電視櫃上 依照安裝建議提供的數字 畫面會過高非常的多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修改電視櫃 讓主機看起來像是牽進去的樣子 畫面就可以向下到正常的高度 經過上次跟屋主確定完尺寸之後 說已經有請木工的師傅對櫃子做過改裝 雖然尺寸都有確定過 為了以防萬一 所以我們帶了展示的時機 到現場實際投射看看畫面是如何 對 這是你的肉工塞我 對 剛才高低 哪個不夠 呵呵呵呵 先來打 你剛才有什麼樣子 放在頭上這樣 是嗎? 目前的高度是可以的對不對? 有啊 剩過了 因為他沒黑而已 現在的觀眾角色 你的觀眾角看著是有夠的 他們都有剩過 從原本修改完成的結果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的電視櫃在跟師傅協調後 接除了一整塊檯面 投出的畫面才符合高度 而原本的深度也不夠 所以做了一個可以伸縮的檯面 才有辦法完整投出一百二十吋的大畫面 其實不用再吃了肉 我剛剛都有做到 我現在10間有7間 都拍以前 你看我只拍以前 那其實是台的 要拿一百吋 哇一百吋 你那有看嗎? 對 你就覺得就是 沒有 你如果到一百吋 比起來一百吋就很高 對 都有人看得好啊 沒有啊 那不知道 不是你來看的 是客人要看的 看的 好 說得沒問題 好 張大哥我們來 好 謝謝 真的嗎 就是客人要看的 一台 但你可以拿 把這個鋸放 好像可以嗎 其實這一次單裝 除了最初的電視櫃高度比較特別之外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牆壁是可以活動打開的木板牆 當初會這樣做是因為整間屋子的總電源開關就在後面 木牆的厚度有2.3公分 120吋的投影布木安裝上去的承重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屋主有提到本來客廳是想買電視 但其實有兩個原因才轉買Epson雷射電視 第一個原因是性價比 因為目前最大尺寸電視是98吋 跟Epson雷射電視加上120吋的布木含安裝比起來 可以省下約4成左右的預算 第二個原因是重量 98吋的電視重量大約是在60-70公斤左右 如果不是水泥牆或石牆 只要是裝潢的木質牆面 都要在額外評估是否有辦法承重 120吋的布木則只有12公斤 完全不用擔心沉重的問題 完全不用擔心沉重的問題 4米一樣 眼睛的角度 481 最後安裝完成之後 視野觀看的高度 在這樣的距離下就非常舒服 而且客廳的牆面真的很大 不是頭120吋的話 看起來是真的會有點太小 螺聲就是還會做清潔 你自己玩無線啦 什麼無線 玩玩玩看 這有點就留的啊 對啊 它這個比較像是把 對 就是打開窗後吹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 它很漂亮 對 它很漂亮 這一個我覺得比較漂亮 太大倒都沒給池 很輕人 對 看說 這個兩秒 按住兩秒就好 要觸碰到嗎 要觸碰到 就是這樣 現在再包 然後這樣包完之後就丟掉 它蓋起來 然後它會自己再裝 自己再裝一下 對 好 好 那這樣子 就裝好了 然後你打開之後 它就是裝好了 然後你就濕的車子丟 丟到快滿的時候 你就按住兩秒 然後包完之後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它這個會黏紙 對 不能手動 對 對 換垃圾袋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整個拉起來 就跟那個時候是一樣的 反正它用完就沒有了 對 你就沒有的話就這樣 對 你就沒有的話就這樣 那邊也可以講 英文 好 好 這樣才會幫你把所有的 就好看 都照片 不太要發音清楚 對 對 不算台灣國語 對 對 幾支 對 這圖像 有了 有了 這是自然 沒有 天洞派 - 還沒這個 - 還沒要放 - 可你啦,因為有電話的畫面 - 看這個也不敢看得到就這樣 - 好,謝謝喔 - 喔,謝謝,掰掰 - 往前拿,掰掰 - 掰掰 其實有很多商品 不是單純的買回家就可以用 像這次就必須修改原有的電視櫃 跟客人和木工師傅協調改裝完成後 才有辦法順利掛上布木 打出120吋的大螢幕 想體驗大尺寸的Epson雷射電視 或是各種大小家電 歡迎來到羅生資訊的人物展示中心 資訊生活盡在羅生 下次見囉